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晚有一個很特別的嘉賓朋友 很甜蜜的朋友 她就是Grace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繼續說六角少年 以及一些關於美玲的故事 如果你想看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想說為什麼這歌叫六角少年 因為在動物的世界裡 六角是很善良的 被人欺騙的朋友其實很慘 所以想用六角去代表他們 一年前我很喜歡的一個藝人 就是蔡依林 她有一首歌叫玫瑰少年 記錄一個曾經在台灣被人欺騙的一個男生 他死了 他離開了世界 去紀念她的一首歌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歌 去講這個題目 但是我的出發點是 希望大家聽我這首歌的時候 會給她一個力量 跟她們一起去經歷這個Bully 我小時候 說話很小聲 很溫柔 小學的時候還沒發育 那些同學特別高大 他們經常都會推我 經常會笑我 她說你講話很小聲 你說話很小聲 你說話很小聲 那些事情 就形成了一種孤僻的感覺 甚至現在做事 很多時候我都會去到很多人的地方 很害怕很多人 聚在一個地方 跟別人交談 對 很尷尬 很尷尬 但是看不出來 回到家我就會來 是 我去喝杯水 很 stress 對 13歲那年 我就第一次去經歷 被人欺凌 那次來我就在New York 比較多不同種族的人 一起上學 那時候 我的朋友 就有一個黑人和白人 有一天我們逛街 有一群是四個黑人的女生 那他們就走在我們 就是這樣 criss cross的時候 他們就指著我 那個黑人朋友 然後她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麼種族的 你跟哪些人在一起 什麼什麼 然後我跟Lily 是 哇 尤其是New York 有很多不同的人 Spanish people Black people White people 什麼種族都有 然後他們很不妥的朋友 是套了一個香口膠 在我朋友的頭髮上 原來 那些女生 其中一個呢 在我學校的 因為我想 我生氣了他們 他們有一天 他們在那裡打球 然後那個球 打到我附近 然後我不知道 也有一點點力 這樣把球給他們 有一點點力 我又不夠膽 我又不夠膽的 然後他們就說 你小心一點 什麼什麼 就是說一些恐嚇的說話 然後就開始在一些課堂 他們會扔筆 尖的筆 大哥 向著我的臉 然後就說 或者他們會在 我的班外等我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月 就畢業 那我就忍那一口氣 但是其實很辛苦的 天天都在那 不敢上學 I'm glad that 我一次都不是說很嚴重 我覺得做藝人 是應該受批評的 戲啊 或者我們的藝術 這些哭氣要進步一下 或者你的聲音 沾了一點點 有一點點刺耳 你會不會嘗試沉 那這些 是我被人罵到 反省的 但是有些人 他那個 positive criticism 是零的 哇 你的眼睛這麼圓 很噁心 你的臉很慌 好樣子 所以 或者可能有些人 天生是某個重量 某個高度 但是這些 沒有得改的東西 其實你說的是 無用 我覺得有一個 剛剛回來的時候 最大的不同 就是 你的individuality 就是你跟別人與別不同的東西 那些人是 覺得 為什麼你會這樣的 為什麼你要這樣穿衣服呢 為什麼你的頭髮這樣顏色呢 很多為什麼 你不是某個模型的呢 但是因為在New York It's like so celebrate 你的individuality 你的authenticity 大家是那些 personality 有型就可以了 其實你就做回自己 你自己就可以了 就是 不是說 全世界都是這樣 但是呢 會多些人 去appreciate一些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風格 對不同的風格 對不同的風格 就是大家有一個 stereotype of 一班好的學生 有一陣子呢 是 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了看那些八卦雜誌 是不是 他第三者 那是不是真的第三者呢 然後呢 我就覺得呢 我整個人 批評人的 spirit 越來越強 而且是addictive 就是很多藝人朋友 我都會在真人看到他們 我是發覺我會judge他們的時候 the other side of me which is also me 天使那邊 對 然後就說 grace stop that you don't know her story 你都不知道她在經歷什麼 even if she is 第三者 even if she is 大土 you don't know what she is going through right now how who are you to judge her 就是我看新聞的時候呢 是一份關心 就是可能我如果見到 誰上新聞 有些不好的新聞呢 我反而是 喂 你沒事吧 對 if you need anyone to talk to I'm here even just to listen 我覺得真的 你積住很多事情呢 你未必解決得到 其實都真的可以找那些 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 即是那些是很有經驗 知道怎樣去 deal with 你這些issues 真是找一些professional help 是會好的 即是如果你不是太嚴重 你可以找朋友去聊 對 強化自己 即是是不是我去做gym 我去練一下一些功夫 武術 just like self defense的東西 當別人被人欺凌的時候 你就要stand up for那個人 你會不會覺得當時 man you just really wish 真是有一個人 天使出現去 還可以打他 即是你很希望 渴求這個人 渴求這個人 你就要become這個人 所有被欺凌的朋友 或者有欺凌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如何去面對 還有不要用這些方法 去令到自己的自信心去增強 大家記住要是subscribe brace的channel yay yay thank you grace my official 還有我們現在會拍影片放在她的channel 所以大家記住去看一下 好啦 byebye